他这个里面所讲的 环是大师智菩萨所说的原则 这个念佛原童章里面 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了 就是八个字 都摄六根静念相机 这八个字是我们念佛方法的原则 你只守这个 静呢 静就是清静 夹杂就不清静 我这个念佛里头 还想着别的事情夹杂 这就不是清静 我还有怀疑也不清静 不怀疑不夹杂就是禁 就是禁念 相续就是不断 我这个念头不断 真正念佛人 身心 身心世界通通方向 这个世间没有我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世界 只有一种事情 只有一种事情 一夫念佛 静念相机 只有这一种事情 其他事情呢 随缘 随缘干什么呢 随便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有人来找我们 想听听这个法门 我们欢欢喜喜去为他介绍 劝导他修学这个法门 把我们自己修学的方法经验 提供给他做参考 我们就做这种事情 除这种事情之外 没事了 你说这个多自在啊 所以今天你们修士阵同学来问我 将来我是不是要以大拉斯这个地方 作为总部 我说我没有总部 想不想到大厦修士阵建立个分部 我也没有分部 哪里有人就到哪里去 这个都自在了 这个心里都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一句佛号 这个要紧 我们如果天天念着要红阀要立身 这一身不能往生 来生还搞六大轮回 那就冤枉死了 杜仲仙这个事情不着急 我还没到极乐世界去 去了以后回头 那杜仲仙方便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本末搞清楚 决定不能够颠倒 佛在经论里头 先渡众生 自己未渡先渡众生 那是什么菩萨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不是我们这儿的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不着急成佛 那个度自己是成佛 不着急成佛 你先去度正身 我自己成佛晚一点 没有关系 他已经得大自在了 这个可以啊 我们今天是凡夫啊 自己不能往生 这一步错了 马上又搞六大轮回 那将来再遇到这个法门 不晓得到哪一身哪一阶了 那就不敢说了 所以这个机会啊 绝定不能错过 能够抓住机会的 古人说这个机会啊 真是毫不永法了 一定要好好的机会 太难得了 一成那就过去了 一定要把它抓住 抓住之后 你就成就了 你要是抓不住 这个机会错过了 等到下一次 不晓得是哪一身哪一阶 你在六大轮回 不晓得受多少冤枉辛苦 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 我们过去 生生世世都是错过机缘的 机会来了 还想想这个法门也不错 那个经论也不错 都想去看看 结果完了 还搞六大了鬼 所以一定要全盘放下 确定地放下 心里头一死不挂了 唯一念 我们就成功了 那么天心菩萨 网生论呢 是由上下两卷 这个上卷呢 是祭宋 一共有二十四首 这是诵经的 赞叹经的 以及表明他自己的愿望 所以叫愿生计 下这个卷下了 是论 论就是解释这个祭宋 论是解释祭宋 那么我们这次 因为时间短 只有五天 我们只介绍 卷上 明年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卷下了 再给诸位介绍出来 那么这样 网生论呢 就有一套完整的 这个录音带 提供给同修们做参考 使我们知道 念佛应该怎样念法 怎么念我们的功夫 才能够得力 才能够保证这一生当中 往生见佛 好 我们今天就到此地圆满 无量寿金 优魄提示 运生急 弹注借药 喧香 这个经题 我们简单地 给同修们 做一个介绍 无量寿金 我相信 我相信 诸位同修 都已经念得很熟了 优魄提示 这些是凡语 应语过来的 它的意思 就是注情 古时候翻作论 照这个经题上来看 就是无量寿金论 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把它讲成 我们现在把它讲成 往生论 因为它的宗旨 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的证明 不是叫往生论 是叫无量寿金论 这个忧魄提示 就是论 论 跟中国古时候 这个注 苏 意思 是非常接近 那么为什么称作论 这个注解 于今一定相应 换一句话说 它注的意思 就是福的意思 一点都不错 这样的注解 才可以成论 所以成论 就是非常正确 没有错误的 这种注词 那么后来的祖师大德 当然自己很谦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